身心障礙的儿童应该接受特殊教育 还是融合教育比较好 美国的一位摄影记者 因为有个脑性麻痹的孩子 开始关心这个议题 他记录下孩子在学校里 跟其他朋友互动和成长的过程 今天晚上十点钟公式主题之夜节目 就要完整播出这部纪录片 这个笑声充满感染力的人就是珊姆 她是一个脑性麻痹的孩子 珊姆一岁时被发现患有脑性麻痹 起初她的父母和绝大多数的父母一样 无法接受也想尽办法要医治珊姆 从事摄影记者工作的爸爸 但哈比也拿起摄影机 记录珊姆的成长过程 还有珊姆接受融合教育 在学校里和其他孩子互动的一切 珊姆的爸爸为了了解珊姆成长过程 可能会面临的挫折及问题 也访问了许多身心障碍者家庭 倡导应该让特殊教育普通话 珊姆的爸爸但哈比说 过去他对身心障碍的权益 莫不关心 但现在他比任何人都在意 记者综合报导 记者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放导